鼓勵歡迎 鼓勵 每年六月畢業季 心心學子邁入人生新階段 不論升學就業 一定得附上畢業證書 但台中科大今年畢業生 卻發現學位證書上 竟然有錯字 英文單字FROM卻印成了FORM 畢業證書出錯確實離譜 有學生擔心這樣算是畢業嗎 甚至懷疑會不會不具效力 一定會 當然會 你擔心怎麼樣 就是就看起來不太正式 大部分人應該不會特別去看那個地方 可是我覺得這東西 就是對學生來說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學生應該要更重視一下這一塊 不好意思剛好就是在這個介系詞的部分 有一點點的就忽略掉 消防坦言確實有書囉 總共印出了3122張都是錯的 已經送出了1797張將近六成 加上紙張有防衛設計 跟廠商進貨還要等一個月 最快要到8月20號才能全數換法完畢 台灣其實它都是以中文為主 那我們真正的畢業證書其實也是指中文的部分 那英文的部分是以證明書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不會影響到他們的升學會就業 因為學位證書有個資發證管控的考量 學生不得自行銷毀必須拿舊換新 否則無法補發證書 儘管證書還是具有效力 但介系詞錯了 讓外界觀感不佳 也讓畢業生還得大費周章再跑一趟 記者楊敬蔡頓英台中報導